花蓮市立图书馆三月份开始启动了疗愈图书馆 推出情绪疗愈系列活动 市长卫家燕特别前往参加第一场的活动 是由韩丽莲老师导读绘本《城市的狗》 吸引了30对的亲子 报名参加共度了欢乐时光 花蓮市立图书馆情绪疗愈系列活动 2号上午在儿童馆正式登场 由韩丽莲老师导读绘本《城市的狗》 吸引30对亲子参加共度亲子时光 开开开开 随着现代生活的压力不断增加 人们对心理健康的关注也日益增长 对此花蓮市立图书馆从3月份开始启动疗愈图书馆 而市长卫家燕也特别前往参与首场活动 我想今天非常的开心 那在我们进风营区的儿童图书馆这边 我们有举办从3月开始一连串的一些我们亲子的活动 那我们会持续下去 那今天是特别邀请到我们韩丽莲老师 那特别讲我们亲子的绘本《城市的狗》 那也希望说我们接下来的活动 那我们都会公布在我们花蓮市公所的我们脸书里面 还有我们的官网 那也希望我们所有的爸爸妈妈都可以跟带着孩子一起来 报名我们所有图书馆的这些一系列的一个活动 图书馆长陈一丁表示 疗愈图书馆活动的目的 是让更多的民众认识到情绪疗愈的重要性 学会有效地管理自己的情绪 并期望民众从活动中进而了解自我 让亲子间也能理解彼此情感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 都可以上花蓮市立图书馆脸书粉丝专页查询 记者 徐丽晴 花蓮市报导